哈喽,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AYAT SUSUNAN BIASA 还有AYAT SUSUNAN SONGSANG AYAT SUSUNAN BIASA 它就是我们平时的句子来的嘛 对吗? 所以你看啊,重点 平时的句子的话,重点是怎样? 重点是SUBJECT在前面 SUBJECT DI DEBAN PREDICATE DI BLAKANG 所以前面呢 就会有主语 后面就是所谓的谓语 好像华语这样啦,足语 然后谓语,OK 所以这个呢,简单来讲 你看它有SUBJECT,还有BENERAN SUBJECT 比较长的句子啦,它会有这样 就是讲足语呢,和解释足语的词汇 在前面 谓语,PREDICATE啊,你看我的滑鼠啊 PREDICATE,谓语,还有BENERAN PREDICATE 谓语的解释在后面 这样咯,OK,简单的话 直接就是两段罢了,SUBJECT加PREDICATE 这样罢了,OK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词 它就觉得它感到很感恩 对于它的长子的出身 它就感到很感激,很感恩 这样的意思啦 所以你要想足语是谁啊,足语是什么啊 足语就是那一个句子的主角 它不一定是人啊 它可以是东西啊 可是在这个句子,确实足语就是前面的那一个人咯 CITYのHALIZANG OK,这个SUBJECT,看到吗? 接着,后面 你就可以讲它是PREDICATE了 是不是? 换个color一下 所以,后面呢,PREDICATE了 所以,highlight 前面,就是普通句子了 就是AYAT SUSUUNAN DIASA 知道吗? OK 它每次叫我们把这种句子换成崇尚的嘛 对不对? 第二个句子 我们再来认一认先啊 SUBJECT是谁? 是什么? PREDICATE是什么啊? OK 所以,每次我讲呢 SUBJECT要怎样 SUBJECT,如果有羊和一度就要拿到一度 我有讲过 所以,RUMA,你看到一度吗? 有羊,有一度就要到一度 RUMA,羊,得拉,无上一度 RUMA是物质 那个破旧的物质 所以,你看如果你想回去华语啊 主语是物质还是那间破旧的物质 是不是整个,对吗? 主语是整个哦 那间破旧的物质 这是主语 然后,我们就要讲 它倒塌了因为风很大 那是卫语啊 所以,现在你会认嘛 这个是SUBJECT 你看嘛 SUBJECT啊 SUBJECT是RUMA 羊,得拉,无上一度 它在解释那个SUBJECT 所以,全部都是属于SUBJECT 所以,如果你要搬 你要一起搬 这个,你要当着是一组的 知道吗? 有一度要拿到一度 记得啊 所以,有时SUBJECT不一定很短 有时SUBJECT会很长的 OK,再来 BEN DURO KAMPONG MENYAMBUT HARI VAYA 跟MARIA BEN DURO KAMPONG 村民们,他们很热闹地 庆祝HARI VAYA 每一年 OK,所以 主语是什么啊? 主语就是 这个是简短哦 主语只是BEN DURO KAMPONG BALA 他们做什么啊? 他们庆祝HARI VAYA吗? 所以,后面那个是 位语 PREDICATE SUBJECT PREDICATE OK,所以这个也可以帮助到你 回答 如果,很少啊 现在,因为太容易咬啊 这个题目 也是会有 它只是问你 它给你一个句子 它问你SUBJECT是什么 PREDICATE是什么 对吗? 你记得你PREDICATE 有这样的题目 对不对? But,S点比较少 可是你需要知道的 因为我们 会用这个来做 AYA SONGSAN OK,AYA SONGSAN的是 AYA SONGSAN的话 是什么呢? 重点在这边 BALAQ BENDER BANAN PREDICATE 就是你的 位语放前面了 OK,或者是呢 你把主语放去中间 或后面了 那就是AYA SONGSAN了 所以,有时呢 AYA SONGSAN确实有 多过一个答案了 明白吗? AYA SONGSAN可以 有可能 有两个三个四个答案 都有可能 OK 所以,只要SUBJECT 不在前面 就是AYA SONGSAN了 所以,重点我们来看一下 BALAQ BESHUKU SITI NO HARIZA 刚才那个句子来的 对不对? 你看到吗? SITI NO HARIZA 怎么来了中间的? 那个主语 SUBJECT 去了后面了 看到吗? 所以,感到很感恩 很感激 SITI NO HARIZA 因为她的孩子出生了 这样咯? OK 或者是呢 你直接 刚才我们不是这样 你看一下我 大家 SUBJECT 然后,PREDICATE 对吗? 所以,SUBJECT了 然后PREDICATE 对不对? 现在你直接 可以这样分两段 然后JACK 看到吗? 看我啊 SUBJECT PREDICATE 对吗? 你可以直接JACK 就是这个来的了 你们发现 刚才SUBJECT在前面 现在 然后PREDICATE在后面 现在它是直接分两段 这样 看到吗? 它直接换位罢了 也可以 OK 所以,简单来讲 我每次用这个例子的 有时我们华语啦 口语讲话的时候 不小心讲太快 我们会这样 比如说我讲 哦 我们等一下要去踢球啦 有时我讲太快 我会讲 诶,要去踢球啊 等一下我们 试试 我们就把 诶,这么我们在后面了 可是你听得懂我讲梦吗? 对不对 要去踢球了啦 我们 这么我们在后面呢 这个就是 阿雅松山了啦 OK 所以,这是简单的一个例子 OK 所以,再来 CHONTO2 TELA ROBO AKIBAD ANGIN KENCHANG RUMA YANG TELA U SANG YITU 看到吗? 它的卫语在前面 如果你比较回去的话 它足语 RUMA YANG U SANG YITU 整个在后面了 就是这样换位 OK 它也可以讲 RUMA YANG TELA U SANG YITU 我想要一起用的 足语不可以分开的 足语一定要在一起 可是卫语可能可以分开 卫语哦 它就这样 它的第二跟第三段分开 TELA ROBO RUMA YANG TELA U SANG YITU 已经坏了 那个旧的家 解释 可以继续保留在后面 因为大风 可以这样的 知道吗? 你看到它的分别吗? OK 再来 刚才它讲 那个庆祝的 对不对? 所以BEN RUDO KAM BONG 是族语 对吗? 然后他们每一年庆祝 OK MEN YANG BUD HARI VAYA DENGA MARIA 所以 年份 OK 时间 地点 还有 时间地点 你可以保留在后面的 有时 因为它是解释罢了 OK 所以你可以注意看 有时 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你把那个时间放前面 SETIAP TAHUN 都好 你记得 如果你把时间放前面 你要记得都好 或者是 SEMALAM 都好 这个就已经是卫语了 知道吗? 然后你才继续其他东西 就好像平时在 平时的句子这样 OK 所以你TRY一下 我知道这个其实我们会 我还是在做复习吧 TRY一下这个 哪边行总共有 这个9题 OK 10题 等下下一个video 10题啊 等下下一个video 我们讨论一下答案啊 OK 就这样啦 我们下一个问题 就这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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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